你好,我這邊是兆豐汽車 當然我們這邊有完整的車款鑑定分級制度 更排除說傳統車行不能試車 然後時間限時程中限時能缺點 當然我們更有大保護和兩大保證 所謂來到車行不外乎就是看整台車 一般車子本身最容易發生失誤的地方 就是本身70%都是會發生失誤的 一開始為你介紹看車頭有沒有撞過 是否有到車 打開引擎帶 最先看到的是原廠的表現 再來原廠的料到表現 當然如果這個引擎帶是一體兩面的板件 它是靠這個原廠封膠所密合的 如果這一塊要換的話 原廠封膠勢必要解開 可是當它又要密合的時候是要靠屎膠 答案只有一個 那就是屎膠 它摸起來會軟軟的 再來 解開這一塊 脫絲勢必要鬆開 可是你注意看 如果它要鬆開的話 勢必要用工具 會有傷口 也可以摸摸看 摸起來會刺刺的 可是有些車行 它會點漆上去 點漆上去的漆 例如這台銀色的 它就點銀色了 可是原本的銀色 跟它點上去的漆 就不一樣了 這些小細微的地方都可以仔細看 再來 左右葉子綁 原廠標籤 要件標籤 包含這個 它這個是原廠機械的手臂打點 只要它這一塊放過 再板過的話 這個點一定會消失的 這兩個是 避震器上座 它跟旁邊這個板件 是密合的 如果它換過 板過的話 這邊摸起來是會軟軟的 再來 大梁這個地方 所謂的車體結構裡面 撞過 就是看大梁這個地方 它這邊也有原廠的機械手臂打點 如果真的撞過 碰擊到它 又是山道裡面 它會點 就不會出現 台車本身有ABC字 當然這台馬 很奇怪 打開的時候 最主要是看門邊 一樣 這個是原廠公交 要件標籤 你摸看看 軟的話 那幾乎就不用再看了 原廠的機械手臂打點 還有 一般客戶也是 會問到說 欸 東西 龍街車 很簡單 這個拉翔 那這個點 原廠的機械手臂打點 每個點距離都是一樣的 跟 右門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會想說 欸 那該是泡水車 等一下 地毯 把它掀開 看這邊線路 如果裡面有泥土 沙子 那有可能真的是泡水 安全帶 拉到最底 裡面如果濕的 更有泥土的話 這百分之百是泡水車 接下來我 左右門都看過了 做完 倒後車廂 試試看 什麼樣子 這邊 平常的機械手臂打點 這都是在的 都可以仔細看 不好嗎? 像我的 好燙烤雞 它這種是原廠的隔熱防音膠 如果你在看後車廂的時候 發現這個沒有 那肯定就是撞過的車 它有發生重大事故 因為有些車行會後車廂用隔音面 全部封死 不讓你看 這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原廠的機械手臂打的 驚喜 聽過我這樣的介紹 你還不知道說 那馬5為什麼要買馬 因為這是08年 08年小開發 黑色內專 為什麼要推出馬5 它最主要是要接替過去阿姿達的 PIMAS所推服 而且它裡面的座椅非常豐富 可以折衛 它這個是現在是六人座的 可是也是可以七人座 現在這樣就可以七人座 包括如果你不需要 把它弄到的時候 這個還可以很方便收起 中間有的建格出來 經過我這樣的介紹 可能你對這台車有一點動心 但是記得來看中古車 千萬不要吃快都看我 尚命不好喝 它的車況好就是代表它的價值 如果你有興趣心動的話 那不如就趕快來找我 來找我 我這邊一千月五人 拿起來